去世的美國參議員麥凱恩的遺體 星期日下葬在他的母校 馬里蘭州安納波里斯的海軍軍官學校 在之前美國舉行了五天的悼念活動 追視這位戰爭英雄 資深政治家已是美國愛國者 麥凱恩的墓地緊捱著他多年的好友 2014年去世的海軍軍校同學拉森上將的墓地 麥凱恩曾經是美國海軍飛行員 作為戰夫亦是越南關押了五年多 他最後一次在海軍官校公開露面 是在去年十月 他對學員的講話當中表示 海軍官校的經歷為他後來要面對的種種挑戰奠定了基礎 麥凱恩的家人在上星期六 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行了私人追思四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亦是小布殊應邀出席 並開始盜刺 奧巴馬在講話當中批評當前的華盛頓政治維系權貿 合藥而小布殊在講話當中即是表示 現時的華盛頓政治和麥凱恩的理念是背道而馳 出席在星期六追思會的還有格拉海務參議員 曾經在尼克遜政府當中擔任國務卿的寄診格 為麥凱恩扶寧的包括前副總統拜登 以及前紐約市長布隆伯格 麥凱恩的零九從星期五到星期六上午擺放在郭惠山的圓形大廳 大批美國公眾前往吊燃